大家好,我是小麦,今天来分享我种莴笋的经验 用我独创的懒人三肥法种出粗壮水泥的莴笋 绝对好过超市里买的 我的懒人三肥法适合各式蔬菜的种植 是我在种菜的过程中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来的简单好用的办法 新手用这个办法都能轻松的让菜地高产 种莴笋先从育苗开始说,不用专门买育苗土 9块多钱一袋,就用菜园里面的土过筛一下就可以 我在寒冷地区,要到4月的中型菜地里面的土才会解冻 我一般会在头一年的秋天就准备第二年的育苗土 把育苗土过筛一下,装入小盆里,放入车库 要育苗的时候拿进屋里解冻就是 莴笋的种子,买皮薄的品种,买活性好的种子,一般三天会出芽 莴笋从育苗到小苗下地需要一个月,再到收获再需要两个月,总共三个月 得计划好时间,我一般会在3月的中下旬开始育苗 4月的中下旬小苗下地,6月的中旬就可以收获 每个芽苗杯里放几粒种子,用土浅浅的覆盖 然后轻轻的浇水,不要浇的过猛,不然会把种子冲到杯子的周围 用塑料布轻轻盖一下,注意保湿,然后放到屋里,闭光的地方 这是第四天的样子,种子已经出芽长到了1寸 再过一个星期就把它们分一下盆,每一根每一根的分开来摘 我所在的地区,双冻子结束要在5月底 4月的中下旬,拆圆土解冻以后,小苗就可以下地 摸笋抗冻,气温在零度的样子,小苗也不会冻坏 如果这之间还有下雪,用塑料布盖一下,不会冻坏 这是小苗移在下地之前的大小 移在之前,要给拆圆的土打底肥,这是第一肥,非常重要 可以用牛粪土,也可以用厨余堆肥这类的肥料 含氮肥量比较高,促进小苗,长叶子 把肥料倒在土面上,然后经过翻拌混合 莴笋是浅根细的植物,打底肥的时候不用翻的那么的深 打好底肥以后,挖上小窝,每个小窝里面种一颗莴笋 莴笋的距离不要低于30厘米 种的过于拥挤,会影响莴笋长出 移栽好小苗以后,浇上定根水 我一共种了两块地,一块地的阳光非常的充足 另一块地靠近围栏边,阳光不是很充足 我会对莴笋的生长做一个对比 等到莴笋小苗移栽成活,长出了新的两三片叶子的时候 就来撕第二肥,第二肥是这种缓慢释放的有机肥 每一颗莴笋的小苗的周围,撕上一小撮肥料 用土浅浅的掩盖 然后浇水 要种出粗大水灵的莴笋 充足的肥料和充足的水非常的重要 莴笋的生长并不需要过梦的阳光 我其中一块菜地阳光过于的充足 莴笋的叶子长得厚实,颜色偏浅 另一块菜地靠近围栏,阳光并不那么充足 莴笋的叶子长得水灵脆腻 最后都不影响莴笋的杆长出 等到莴笋长出更多的叶子,开始长稿的时候 就是第三肥,第三肥还是同样的缓慢释放的有机肥 莴笋会长出很多的叶子 在生长过程中可以适量的摘掉一些嫩叶子拿来炒菜 等到莴笋的尖儿冒了出来 莴笋的杆大约两次长就可以收获 再早就容易空心 莴笋的整个种子过程就用我发明的懒人三肥法 莴笋长得又粗又壮又水灵 我的懒人三肥法可以说适合于一切蔬菜的种子 来看看我种的豌豆苗 又粗又壮很鲜嫩 应该叫它豆苗黄 谢谢朋友们关注我的频道 下期再见